在命理学中,10月19日观音大事胆禅是一个极具能量的吉日。观音大事以慈悲与救苦救难著称,护佑众胜。这一天之后,某些生肖的五行属性与观音菩萨的能量特别契合,能够受到菩萨的特别庇佑,带来财运和健康的双重提升。 菩萨的慈悲力量不仅帮助他们化解财务上的困境,增加财富,还能保佑他们身体健康,远离其弊。 因此,这些生肖将在观音菩萨的护佑下财运健康双丰收,享受富足与平安的生活。 这些生肖在观音大事的护佑下,不仅能在财务上获得显著的增长,增加收入或财富积累,还能在健康方面得到特别的庇佑,减少疾病与健康困扰。 他们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将变得更加顺畅,不仅富足,而且平安无忧。 接下来来了解一下10月19日观音大事诞辰后,菩萨护佑的生肖。 一生肖兔卯兔,属兔的人五行属木,木象征着生机与成长,代表着心生与希望。 观音菩萨的慈悲护佑与属兔人天性中的柔和与善良相契合。 这份契合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更能感受到来自宇宙的温暖和力量。 10月19日之后,观音菩萨的力量将帮助属兔人迎来财运和健康的双丰兽。 过去那些困扰属兔人的财务难题,在菩萨的庇佑之下会逐渐消散。 他们的事业运势将稳步提升,收入随之增加,让属兔人逐渐告别之前的财务困境,迎接财富的增长与事业的成功。 与此同时,属兔人在职场上会更容易获得贵人的相助,工作中的阻碍和瓶颈将得到解决,从而让事业发展变得更加顺利和充满希望。 除了事业和财运,属兔人的健康状况也将得到显著改善。 菩萨的力量不仅会忽悠他们的财运,还能帮助属兔人增强免疫力,抵御疾病与健康隐患,保持身心的平衡与和谐。 属兔人在观音菩萨的慈悲庇护之下,将远离那些令他们困扰的健康问题,逐渐恢复充沛的精力和活力。 未来的日子里,属兔人不仅能够享受物质上的富裕,而且能保持健康强健的体魄,真正实现财运和健康的双重丰收,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定,充满生机和希望。 二生肖牛丑牛 属牛的人五行属土,土象征着稳固于积累,代表着厚实于耐心。 观音菩萨的庇佑将为属牛人带来财运和健康的双重收获。 属牛人一向勤劳踏实,脚踏实地,这种特质使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表现得格外坚韧。 而在观音菩萨的护佑下,这种勤奋与努力将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在工作和事业上将迎来更多机会,收获成功和认可,收入也会因此而显著增加。 过去那些辛勤付出的努力,终于将在此刻结出丰硕的果实。 菩萨的护佑将使得属牛人的事业更加顺遂,晋升的道路变得更加通常,财富积累也变得更加稳定和扎实。 同时,观音大师的加持也能帮助属牛人在健康方面得到显著的改善。 属牛人由于长时间的劳作,常常容易感到疲劳,但在菩萨的护佑下,他们的精力将得到恢复,疲劳感会逐渐消退,身体抵抗力也会显著增强,从而远离各种疾病的侵扰。 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使属牛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稳步积累财富,同时享有良好的健康状态,真正实现财运和健康双丰收, 让生活变得更加稳定和富足,充满力量和希望。 三生笑龙陈龙 属龙的人五行属土,天生带有贵气与领导力,他们常常表现出非凡的自信和宏伟的智享。 观音菩萨的护佑将为属龙人带来特别的好运,尤其是在事业和健康方面,这份好运将帮助他们迎来全新的突破。 菩萨的力量会使属龙人在职场上如鱼得水,事业发展顺风顺水,新的机会不断涌现。 过去那些在事业上遇到的瓶颈和阻碍,在菩萨的庇佑下将被逐一化解,让属龙人可以更轻松地抓住那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从而扩大财富的积累。 此外,属龙人天生拥有顽强的意志力,观音菩萨的加持将让他们的健康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使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远离疾病困扰。 未来的日子里,属龙人不仅在事业上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同时在财务上也能实现丰厚的回报,在健康方面更是保持无忧无虑。 财悦与健康的双丰收,让属龙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富裕与安康,享受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 四生孝马五马 属马的人五行属火,火象征着能量与行动力,代表着激情与活力。 观音菩萨的护佑特别有助于属马人在财运和健康方面的双重提升,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事业上的成功, 还表现在个人状态的全面胆善。 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帮助属马人在事业中化解种种困难,使他们能够迎来丰厚的财务回报。 过去那些在工作中遇到的阻碍和挑战,将在菩萨的庇佑下得到化解,从而让属马人在事业发展中更加得心应手,财运随之滚滚而来。 与此同时,属马人的健康运势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菩萨的力量让他们保持活力与精力的充沛,避免健康上的困扰。 观音菩萨的加持不仅能让属马人在工作中保持旺盛的精力,还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远离那些可能影响健康的隐患, 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拥有充沛的体力和健康的体魄。 属马人在观音菩萨的庇佑下,将享受财运健康双丰收的好运,生活更加富足平安,充满活力与希望。 五生孝猴身猴 属猴的人五行属金,金象征着财富与成功,代表着积民与聪慧。 观音菩萨的庇佑将帮助属猴人在十月十九日后抓住更多的财富机会, 特别是在投资和商业活动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属猴人天性聪明机智,善于抓住各种机会, 而菩萨的忽悠将让他们在财富方面更上一层楼,财运节节高升, 特别是在投资理财方面,他们将能够准确判断市场的变化, 从而获得可观的收益。 同时,观音菩萨的忽悠不仅体现在财运方面, 也保护属猴人免受健康上的困扰,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 属猴人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都能表现得更加出色。 观音菩萨的力量让属猴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真正实现财运和健康的双丰收, 事业成功的同时享有健康的身体, 生活更加富足幸福,充满希望与活力。 六,生肖猪亥猪 属猪的人五行属水, 水象征着流动和滋养, 代表着财源与健康, 象征着生活的风盈与滋润。 观音菩萨的慈悲护佑将帮助属猪人在财运和健康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 属猪人的个性温和善良, 待人友好, 这种特质让他们在生活中容易得到他人的喜爱和支持。 未来的日子里, 在菩萨的护佑之下, 属猪人在工作和投资中将遇到新的机会, 财富逐渐积累, 收入稳步提升, 逐步实现财务自由。 菩萨的护佑不仅体现在财运上, 还将帮助属猪人免受健康问题的困扰, 使他们的身体状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增强免疫力, 远离疾病的侵袭。 观音菩萨的加持使得属猪人在未来的生活中, 不仅财源滚滚, 物质上更加富足, 而且身体健康, 远离疾病之苦, 真正实现财运和健康的双丰收。 生活将充满滋养与幸福, 属猪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享受到更加安稳与充实的生活, 家庭和乐, 健康长久。 观音菩萨的护佑带来好运, 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 能够更好地吸引财运和健康。 菩萨的护佑不仅带来财富, 还提升健康状况。 应重视生活作息和健康习惯, 确保好运长久持续。 观音菩萨的加持让财运顺畅, 可以抓住机会进行投资或理财规划, 增加财富积累。 10月19日, 观音大事诞产后, 生肖兔、牛、龙、马、猴、猪将在菩萨的护佑下, 实现财运健康双丰收。 这些生肖的人不仅在财富方面有显著的增长, 事业顺利, 工作中的阻碍与挑战将在菩萨的力量下得到化解, 使得事业发展更为顺畅, 收入显著增加, 财源滚滚而来。 同时, 他们的健康状况也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观音菩萨的加持让他们远离疾病, 增强免疫力和身体的抵抗力, 使得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保持强健的提魄和充沛的精力, 不受健康隐患的困扰。 对于属兔的人来说, 牧属性的生机和成长在菩萨的护佑下将更加旺盛, 迎来新的人生机遇。 对于属牛的人来说, 图属性的稳固与积累将使他们在职场中更加踏实稳健, 收获丰厚的回报。 属龙的人将凭借天生的贵气和领导力, 在菩萨的护佑下迎来事业的突破和健康的保障。 属马的人在火属性的驱动下将以更大的能量与行动力去迎接未来的成功。 属猴的人则凭借金属性的机制与财富, 将在投资和商业中获得极大的回报。 属猪的人则在水的滋养下, 财源滚滚, 生活更加充实。 家中有这些生肖的人, 应当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充分感受到观音菩萨带来的慈悲护佑与福气, 享受这份来自宇宙的美好祝福, 迎接更加幸福安康的未来。 不论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就, 还是在家庭中享受和谐与快乐, 这些生肖的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体会到观音菩萨慈悲力量的护佑, 真正实现财运与健康的双重丰收。 生活变得更加富足, 平安与幸福。 各位兄弟姐妹们, 今天这期视频要是让您觉得还不错, 就给个赞呗, 顺便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吧。 此外呢,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生肖, 记得写上接好运发大财这几个字, 咱们一起给自己和家人博个好运。 谁知道, 十月的财运说不定就这样来了呢。